哈喽哈喽,我是Frank,今天咱们来到59课 这课的标题看着很简单,in or out,两词都认识 在没看到课文之前,这个可以怎么翻译呢 你是进来还是出去,或者是玩游戏 你是玩还是不玩,参加还是不参加 好,来看第一句话,or dog,rex 这种逗号的形式我们非常熟悉了已经 这叫插入语,也可以叫同位语 用的时候就是前面说我的猫,我的狗 我们把它名字加上,然后接着继续说话就可以了 就等于有这个名字跟没有名字是一样的 这种写法呢,你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 比如说美国总统,然后逗号George W. Bush 然后一个逗号,然后接着说话 今天来到了一个幼儿园做访问 好,我们接着回到课文,看看这个or dog 我们家的狗,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e used to sit outside our friend's gate and bark 好,这里面先说一个读音的问题 这个used跟后面的一个to 因为都是the或者是t这样的辅音 所以说连在一块呢,如果你把它中断的话 听上去就像抱豆子一样的感觉 就是used to,这样就不是很顺利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连读 就直接读成used,used I used to do something 就是我过去有一个习惯经常做什么事情 同时呢,这里的to 一般我们不把它读这么重啊 一般呢,就读成一个t 非常轻的t就可以了 used,used,这样的感觉 好,接着看这狗呢,我家这个狗Rex 他过去呢,经常坐在大门外面叫 那说明现在呢,可能已经不叫了 好,这里面狗叫用了一个词叫bark If a dog barks,it makes a short loud noise 因为狗是bark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短促的 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声音啊 rf,rf 你看,我学的这个呢,是美式的叫法 就是你会发现 咱们中国在模仿这个动物叫声的时候 跟这个美国人模仿的不一样 比如说狗,咱们是rf,rf,rf 咱们是rf,rf 但是美国人学狗叫是rf 我觉得他们更像一点啊 这个细节捕捉的很到位 好,接着咱们拿bark来造一个句子啊 就是这个词原始用法很简单 比如说狗总是对着陌生人叫 Dogs always bark at strangers 这个用法没什么好说的了啊 但是在看美剧的时候呢 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个小礼语 叫什么呢 Bark up the wrong tree 咱们先看字面意思啊 Bark up 为什么用一个up呢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 假如你带着一只猎犬 然后你的猎物呢 搜了一下子穿到树上去了 但是由于周围的树很多啊 所以说你的狗呢就判断 它是在这棵树上 然后就仰着头 叫up 往上叫 冲着这棵树啊 一顿bark 但是呢 你的这个目标小猎物啊 有可能是顺着这个树上去 但是其实早已经蹦到其他树上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狗就叫bark up the wrong tree 就是冲着一棵错误的树在叫 所以呢 在日常生活中 这句话可以表示什么呢 你找错人了 包括在美剧里啊 你会经常看到 他们对警察说啊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结果那警察给他扣起来了 那能不扣吗 你说谁是狗呢 是不是 好 咱们再拿这个来造个句子啊 来体会一下这个bark的深层次的用法 如果你觉得我有罪的话 那么你就找错人了 这不是我 If you think I'm the guilty person You'r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好 既然学到bark 那我再顺便给大家补充一个词啊 叫grow 这个词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因为狗叫呢 它通常的叫法是off off 但是它还有一个发出警告时候的叫 就是 就让非常低声的咆哮 这种东西叫growl When a dog or another animal growls It makes a low noise in its throat 用它的喉咙发成一个 这样的声音 好 最后再补充一点啊 上面这两个词都可以用来指人 好 接着来看课文 Every time he wanted to come into the garden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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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唱上了 那么这里面说的he呢 就说明这狗 说明是个公狗啊 每次当这个小狗rex 他想进到花园里来的时候 因为注意啊 他是坐在大门外面叫 他干嘛 为啥叫啊 他是想进来 he wanted to come into the garden 想进到花园里来 注意现在的时态呢 是过去式 为什么强到这一点呢 因为后面呢 他用了一个would he would bark until someone opened the gate 就是一直叫到你给我开门为止 像咱们正常人类的话 就敲门敲两下 等一等 对吧 里边听着动静 过来还有段时间呢 那狗他不一样啊 一直叫 就直接叫到把门开开为止 那么在这句话里呢 前面这个every time 注意啊 这俩词上分开写 他所引导的这个 every time he wanted to come into the garden 到这儿 这句话呢 叫时间做与从聚 然后他的主句在后面 之所以前面叫从聚呢 那就说明后面肯定有个主句啊 这从聚是为主句的 比如说时间上 地点上 或者原因上 作为服务的 那主句里面 我们用了一个would 这也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啊 这个would呢 就表示过去的习惯性的动作 那么这种搭配啊 跟every time 跟would这种搭配 是个比较经典的搭配啊 通常呢 在一般过去时的句子里 他们俩会连用 来看两句话 每次我们见面都要聊一会儿 every time we met we would talk for a while 他每次到这个饭馆来 都是先要一杯茶 every time he came to the restaurant 你看又有every time 后面呢肯定有would he would first ask for a cup of tea 好 接着as 这个词一出来啊 你马上条件反射了两层意思 一个是表示因为 等于because 另外一个呢 是当什么的时候 等于when 所以说看到这些词 马上就要有这个反应 它主要就是两种意思 as the neighbors complained of the noise 邻居们呢 抱怨这个狗的叫声 那么根据这个逻辑 as在这儿 就应该是因为的意思 由于他抱怨叫声 所以怎么样了 as the neighbors 邻居 complaint 注意后面用了一个of complaint这个词呢 表示抱怨的意思 同时再往上升级一点 它有抗议的意思 这个词最普通的用法呢 就是to complain to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向某人抱怨什么事 后面加一个about 那如果直接说抱怨什么问题 你可以说complain of 就像咱们课文当中用的这样啊 complaint of the noise 抱怨这个狗叫的问题 这个噪音问题啊 好 接着往下看啊 这个邻居对狗有意见 那怎么办呢 咱训练他呀 几种方法 要不然给这狗争哑巴了 但是舍不得 那么还有方法呢 就是练他 对吧 告诉他你别叫了 所以my husband spent weeks training him to press his paw on the ledge to let himself in 这句话看着有点长 但是咱们可以把它逐一的拆解一下 首先呢 先解决一个词 就是my husband 后面这个词叫spent 这个词是过去式 它的原型呢叫spend 表示花时间 当然也可以表示花钱 如果这个词后面跟的是名词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个介词on 如果它跟的是动名词 就像这样 training 我们通常呢 加一个介词in 但是在口语当中 这个in是可以省略的 来看两个例子 你就知道我上面说的什么意思了 首先 你为什么不在学习上多花点时间呢 那么这个学习studies 就是一个名词 所以说它前面要用一个on why don't you spend more time on studies 接下来第二种用法 加in的时候 我花了两星期读这本书 这个读我用的是reading 这就是一个动词的ing 动名词的形式 I spent two weeks reading this book 也可以加in 也可以不加 好 那么这句话到这儿 my husband spent weeks training him 到这儿 其实呢 这句话到这儿已经完整了 主干已经出来了 就是说我丈夫 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去训练他 然后训练他干什么呢 to press his paw on the latch 想看懂这半句话 首先你得把这两个生词解决了 首先这个Paul 这个词表示爪子的意思 是一个非常出笛的词汇 但是有很多人居然不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原来课文里没出现过 这个词现在很多小孩都会 为啥呢 因为他们经常看这个汪汪队 汪汪队动画片的英文名字 就叫做Paul Patrol 这个Paul是爪子的意思 Patrol是巡逻队 所以翻译过来就是爪子巡逻队 然后它的主题曲呢 中文是汪汪队 汪汪队 但是英文是什么呢 Paul Patrol 就是这么来的 另外Patrol这个词 简单提一句 你看我每晚上写 那词表示巡逻的意思 其实在街上呢 你可以经常看到这个词 因为很多的这种大型越野车 车主改车的时候 喜欢在车上贴这个字 好 接着再往下看 把它的爪子 按在什么地方呢 Press his paw on the latch Latch这个词呢 表示门栓的意思 你看啊 这个门字里边加一横 这次很多人不会啊 就念栓 把门给它栓上 现在基本听不到这个词了 因为现在门不用拴了 直接就是用锁 给锁上就行了 好 接着再往下看啊 Press his paw on the latch 然后用来干什么呢 实现什么的目的呢 To let himself in 达到让他自己进来的目的 所以说后面的 to let 引导这个小句子 叫目的状语 好 这句话说完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词 要拿出来单讲一下 就是这个press press这个词呢 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呢 就是挤着 压着 按着 比如说他热情着 握着我的手 捏着我的手 挤着我的手 你就可以说 she pressed my hand warmly 你能帮我按一下 那个按钮吗 比如坐电梯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Can you press that button for me please 接下来press的第二层含义 其实也来自于挤和压啊 只不过他要压得更狠一点 榨取 挤压 这个季节呢 非常好 这是他们榨葡萄汁的季节 This is the time of the year when they press their grapes 如果你更喜欢果汁 那么你可以榨一些橙汁 If you prefer juice you can press some oranges 好 接着press的第三层含义 就是催促和敦促的意思 其实也是挤的意思啊 本质上 我的父母竭力劝我报名 参加这个竞赛 My parents pressed me to enter for the competition 我不喜欢被人催促 I don't like to be pressed 好 接下来由press这个词 我再告诉你一个 由它变化而来的一个名词 叫pressure 这个词呢 表示压力的意思 大气压力可以 生活的压力也是它 under pressure 就是在压力之下 有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啊 If you are a student 如果你是个学生的话 You may study under pressure 你有学业压力 If you have a job You may work under pressure 如果你工作的话 你有工作压力 If you have to support your family 如果你需要养家的话 You may live under pressure 你也需要有家庭的压力 Pressure is something we can't avoid in life 压力是我们 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东西 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阶段 我觉得学生的压力 并不比社会上工作人压力小 甚至更大 So the ability to handle pressure 这种解决压力 处理压力的能力 Is what we truly need 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听王硕说了一句话 叫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就不管你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你总是会遇到烦心事的 永远是在枷锁当中 永远没有自由可言 所以说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你就不会再非常幼稚的 然后非常没有责任 非常没有担当的去抱怨生活 我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就是我 每个人都一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这怎么突然立志上了 突然鸡汤起来 顿时化身立志导师李开复了 好的 既然press这个词讲了这么多 那么咱们索性就把它讲透 好吧 还有一个意思 这个表示报刊杂志的意思 作为名词的形式 因为这种报纸 都是印刷出来的 印出来的 报告杂志 印的过程就是一个挤压的过程 对吧 所以报刊杂志 记住了 也叫press 我们说的本土的小报 本地的报纸 local press 国家发表的刊物 就是the national press 外国刊物就是the foreign press 好 我们接着看一看 这个狗训练的怎么样 自己能不能开门 狗通常来讲还是很聪明的 Rex soon became an expert at opening the gate 很快 他成了一个开门专家 好 我们看看这里面的专家 他用到一个词叫expert 成为了一个专家 become an expert 当然这里的过去使用的是became an expert 当你想表示是做什么的专家 哪一方面的高手的时候 我们后面通常接的什么呢 叫at doing something 如果你想表示在某一个领域是专家 这个领域前面用的什么呢 可以用in也可以用on 来看三个句子 我上面讲这几个点就马上明白了 首先 John是一个开车高手 John is an expert at driving a car 这里面就用到了at doing something的句型 那么下一句呢 他是花卉方面的专家 那么在这个领域 我们用一个接词叫in she is an expert in flowers 好 第三个我们用on Sam是研究那个问题的权威专家 Sam is an expert on that problem 好当你想表达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专家的时候 比如说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 或者是一个瑜伽的专家 你只需要把这个行业放在前面 放在这个expert的前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a computer expert 一个计算机专家 或者是a medical expert 一个医疗专家 an internet expert 一个互联网专家 最后一个 一个瑜伽的专家 你可以说a yoga expert 好了 那咱们科文里这个rex 他变成了一个开门的专家 however 但是话锋一转 注意这后面要加逗号 when I was going out shopping last week 其实这个句型很简单 就是当我正要干什么的时候 这里面本来的搭配应该是go shopping 但是他又加了一个out进来 就表示要出去 把这个方向感强调一下 I noticed him in the garden near the gate 这句话其实是接上面一句的 就是当我正要出去的时候 我发现了他怎么样 通篇都是过去式 所以说这是I noticed him 在哪 in the garden 但是花园很大 具体在花园的什么位置呢 near the gate 他在花园里靠门的地方 this time 这一次 he was barking 他在叫 像这些语法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 非常简单 this time he was barking 为了是什么 so that引导的一个句型 这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是一个目的状语从具 so that就是他这么做 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那么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so that 我们还可以把它拆开 变成so 怎么怎么样 that 那就是如此怎么样的 以至于怎么样 好 那么还是回到这句话 这一次 this time he was barking 为什么呢 so that someone would light him out 让他出去 他想通过叫喊 来吸引人的注意 然后把他放出去 看到这儿 你可能会产生疑问 这狗不是自己学会开门了吗 他学会的是从外面开 这里边他不会 现在 since then 这也是我们之前出现过的一个句型 since 表示自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般看到这个词 我们会有预感 这是一个完成式 因为一旦有自从了 这说明是这个事件起始于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对现在有影响 since then 从那一个时间之后 he has 你看果然 拿着一个完成词 he has developed another bad habit 这狗就养成了另外一个坏习惯 之前的坏习惯是站在门外面叫 现在站在里边开始整事 好 那么现在这里面有一个词 叫develop 这个词其实我们应该对它很熟悉 之前我们总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那就是developing country 那发达国家 就是developed country 就是已经发展完了的 developed 好 这个词值得我们细讲一下 因为这个词 包括我自己在说英语的时候 也经常会提到这个词 比如说开发一下智力 或者是拓展一下市场 都可以用这个词developed 非常好用 好 现在我们看它的第一层意思 就是发展和扩展 比如说这个小村子 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镇了 它的规模在grow 在扩大 the village has developed into a town now 你相信通过电视 能够开发你的智力吗 这里面开发智力 就可以用developed Do you believe that you can develop your mind through watching TV 好 接下来咱们再造一句话 就是拓展业务 这座城市 扩展业务是困难的 It's hard to develop your business in this city 好 接下来就是developed的第二层含义 它可以发生什么呢 就是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 或者是获得了一个什么技能 产生了什么兴趣 比如说咱们课文当中的 它养成了另一种坏习惯 He has developed another bad habit 再来一句 它对游泳产生了兴趣 Sh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swimming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模板之后 其实你可以替换成很多话 比如说 它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它对写作产生了兴趣 不管是对什么东西 你就直接用 developed an interest 好 说完了developed 咱们接着再来说 后面这个habit 它这个小狗呢 它是developed another bad habit 养成了另外一种 bad habit 一个坏习惯 首先这个habit的第一种用法 就是养成习惯 developed a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直接加something 好 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把什么东西当做习惯 make a habit of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John You are late again 你又迟到了 我希望你不要把这 当成一种习惯 I hope you are not going to make a habit of it 接下来第三种用法 改掉一个习惯 我们用的动词叫break Break a bad habit It's not easy to break a bad habit For example It's very hard for many people to break the habit of smoking 去戒烟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难改的一种习惯 Bad habits are like a comfortable bed easy to get into but hard to get out 这些坏习惯 就像一个非常舒服的床 躺上去非常容易 家里非常舒服 但是想起来就不容易了 好 接着我们回到课文 接着往下看 他养成一种什么坏习惯呢 As soon as 这东西一出来 他马上反应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As soon as he opens the gate from the outside 从外面一把门打开 因为这狗 他会从外面打门 他把门打开之后 然后就怎么样了 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As soon as 一打开 He comes into the garden 走进来 走进花园里 comes into the garden and waits until the gate shuts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这狗挺贱 从外面自己把门打开之后 然后溜溜哒哒进花园里 然后等着 wait until the gate shuts Shut这个词表示关闭的意思 就等着这门自动关上 Then he sits and barks until someone lets him out 你说这狗缺德不缺德 在这玩呢 自己从外面打开了 然后进来之后 自己打不开 再叫 叫声给打开 好 这句话里的语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 Then就是之后 He sits and barks 好 这里面你需要观察到 一个语法的细节 一个时态的细节 其实从上一句话开始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一般现在时的叙述 因为现在我们要描述的 不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了 而是描述一种状态 就是在讲 跟别人讲 这狗平常怎么怎么样 对于一个客观事件的描述 所以就是 He sits and barks 同时这里面又用到了 until 就是直到怎么样 好 直到有人把他放出去 他才不叫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看这个接下来发生什么行为 After this He immediately lets himself in and begins barking again 缺德带帽样 出去之后 马上把自己再放进来 因为他自己会从外面开门 然后接着叫 如此循环 好 这里面我们看他用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词 叫immediately 这词表示立刻 马上 at once 比如说这部新的法令 马上就生效 即刻生效 the new law is to come into force 这表示生效的意思 immediately 同时这个词还可以表示紧邻的 就是紧挨着的 跟于near 看到这样用法的时候 你不要不知道怎么翻译 比如说 immediately next door 这句话 如果今天你没学这个的话 看上去很容易发懵 尽管这句话出现的频率 并不是很高 这怎么叫立刻隔壁 不是那么烦 这翻译什么 紧挨着隔壁 就在隔壁 immediately next door 同时这个词 immediately 还可以被翻译成 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其实也就是立刻的意思 比如说 he left immediately he received the call 他一接到电话 立刻就离开了 好 接着来看 yesterday my husband removed the gate 昨天 我老公一击眼 把这个门给拆了 好 这句话里面 有个特别特别好的词 叫remove 就是你会发现在口语的时候 以后你说口语的时候 很多时候找不着词 你都可以用这个词 这个词它的核心含义就是 移开 把什么东西拿走 除掉 去掉 所以你在口语的时候 包括什么 刮掉 咔嚓掉 K掉 什么这种 反正弄掉了 就可以用这个remove when you remove something from a place you take it away 这个词在生活当中的使用场景 就是可被用到的场景 真的非常多 比如说你做这个pizza的时候 as soon as the pizza is done 当这个pizza做好的时候 一做好 我们就remove it from the oven 我们就马上把它从烤箱里面拿出来 拿出来取出来 可以是remove 还有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去医院 把这个打的石膏给他取下来 或者是把这个犯人带下去 remove the prisoner 在餐厅吃饭 这个waiter过来 the waiter came and removed their plates 还可以是学校 比如说学生表现不好 宝贝开除了 也可以用这个remove three children were removed from school for bad behavior 好 继续回到课文 昨天他老公把这门拆了 整机眼了 这下子 and Rex got so annoyed 这狗还整得挺生气 然后怎么样了呢 离家出走了 we have not seen him since 后面这句话 其实就是省略了 since then 就是从那天开始 since that day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彻底离家出走了 不回来了 你把我那门拆了 我的玩具没了 这里不开心了 不适合我了 好 这句话里有个词 其实这个词之前也见过 叫annoy 这个词表示烦人 我们经常会说 比如一个蚊子嗡嗡叫 你可以说这个蚊子很annoying 那么这个词annoy 直接做动词的时候 它可以表示惹恼的意思 它跟irritate是个同一词 它可以表示打扰 它跟harass是一个近义词 当然这个harass 你也可以读成harris 英美的读音不一样 来咱们拿annoy来造个句子 比如这几只蚊子 搞得我无法入睡 The mosquitoes annoyed me so much I couldn't sleep 好 接下来进入了这节课的语法的复习部分 这开篇 咱们就学到了一个to light himself in 就训练它用爪子开这个latch 来达到一种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to light himself in 让他自己能进来 所以说表示目的的这种用法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to 也可以是in order to 或者是so as to 或者是so that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in order that 来接着我们给一组例子 来看看这几个词有什么区别 分别在什么场合之下可以用 首先咱们来看这个in order to 或者是so as to 它就是简单的用来表示目的 比如说我们去法国居住 以便于为了什么目的呢 学习法语 we went to live in France 然后后面加你的目的 这时候你可以用to 也可以用in order to 或者是so as to learn French 这个很清晰了 接下来not to 这种句型经常被用在取舍上面 比如说我去法国不是为了学法语 而是为了学艺术 你就可以说I went to France not to study French but to study art 好 接着我们再要在以上的这个句型上 再给它增加点东西 来表达另外一层的含义 就是以防的含义 比如说so as 我们在to之前加一个not so as not to 包括in order to 加一个not in order not to 翻译过来就是 以至于不要怎么样 就是以防怎么样 比如说为了不惊醒婴儿 我轻轻地关上门 那我总用I shut the door quietly 为什么呢 so as not to wake the baby 或者你可以用 in order not to wake the baby 这个句型是非常实用的 在口语当中 经常会用到这样的说法 我进来没拖鞋 是因为我怕吵醒你 但是这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或者是今天你过生日 我没给你买蛋糕 是为了不要浪费咱们俩太多的钱 都可以用这样的句型 好 接着再往下看 我们现在不用吐了 我们用什么呢 that so that 跟in order that 它后面引导的是一个 目的状语从句 从使用频率上呢 这个so that 要更加的普遍一点 来看几个句子就瞄懂了 我到的早 以便能够买到票 I've arrived early so that 好 后面呢 通常跟这种情态动词 so that I may get the ticket 或者是I can get the tickets 或者是I will get the tickets 这三种说法 这三种说法都是对的 好 那么接着再看 当这个主句当中的动词 是过去时的时候 不管它是一般过去时 还是过去进行时 还是过去完成时 那么这个时候 so that 跟in order that 后面就要跟什么呢 should would 或者是could might 比如说还是同样的话 只不过是在过去的语境里 I arrived early 这变成过去时了 so that 或者是in order that I should 或者是I could I might I would get the tickets 通过这两组对比 看到区别了吧 前面呢 是以现在时开头 可以是一般现在时 也可以是现在完成时 只要跟现在沾边 那么后面呢 就用的是may can will 这样的情态动词 好 接着 咱们再看否定的时候怎么办 so that 跟in order that 我到的很早 以免错过什么 I arrived early so that 或者是in order that I might not miss anything 注意这里面否定句 不能用could 但是可以用should和would OK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了 我是Frank 感谢你听完 咱们下节课再见